地球上的一些强大力量足以改变地形 装造或消灭转走海盗 甚至造成全球性的大自然变革 数百万年前 这相同的力量开始形成陆地 在主要岩石中传播不同的矿物质 这些力量是如此的神秘 就连具有最先进技术的最优秀研究人员 也没能预测他们什么时候 将会再一次的对地球施展强大的威力 你或许也猜到了 我们正在谈论的便是火山 多亏电影和电视节目 大多数人都大力知晓他们是什么 以及会有多么的危险 有些人甚至可能曾近距离看见这些怪兽 目前世界上共有1000座火山 而其中的500座是活火山 这意味着他们在任何时刻 都有可能醒来并且爆发 岩浆溢出火山表面时 困在岩浆中的气体会被释放到大气中 并导致我们所熟知的火山爆发事件 岩浆将会转化成熔浆 而熔浆能在几个小时内 对周围的地区造成惊人的破坏 熔浆能够达到每秒好几米的流动速度 而其温度则会超越1200摄氏 这些收集到的资料 会让人觉得在这些地质怪物周围 是完全不可能存有任何生命迹象的 但要是我们告诉你 事实并不是如此 你会有何感想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 究竟藏在火山底下的是什么生物呢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取我们脑洞大开的最新影片 古代时期 人们因为认为神明居住在这些爆炸山脉的深处 而选择居住在火山附近 几千年过去后的今天 科学研究程度已达到让人们终于能见识 居住在火山区域 神秘居民的境界 1980时期 科学家发现了能够在超过水肺点温度之上 存活的火山细菌 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发现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因为过去的研究显示 DNA结构 在处于80-40度之上的环境就会被破坏 而这些被发现的细菌 不只在炙热的温度下好好的活着 当它们在被子录冷水时 将会令人意外的死去 科学家在海底2-4公里之间 所发现的小型水流滑山 也充满了丰富的多元生物系统 这些滑山附近的温度 可是远远超越了足以破坏DNA生命的程度 此外 该处的深水水压非常大 水汁本身也充满了多个危险的重金属物质 有毒硫化氢和其他有害的有毒物质 尽管如此 这个气体和熔岩事件的地区 可是大约400个生物的家园 除了不同的单细胞生物以外 该地区也充满了不同种类的种类 虾子 螃蟹和海蛇等等 科学家最近在太平洋45米之下的滑山口 揭露了某样不可思议的发现 国家地理研究人员在调查太平洋深度时 决定查看了线为人知的卡法奇华山附近的区域 当时2003年这个火山所发生的爆发事件 为世界地图添加了宇宙新的岛屿 他们在深度相等于宇宙17层楼高的建筑物水下区域 降下一个潜水像机后 映入眼帘的滑山口 竟然是超乎他们预料的景观 卡法奇的滑山口充满着蓬勃的生命 研究人员在该处看见大量的鱼类 和不同的瑶鱼及水母种类 这不可思议的景观 足以让当时的科学家目瞪口呆 这些生物在这看似不已记住的区域内 十分血液地栖息着 他们在滚烫的高酸度水域内 无有无力的油水 不只是这样 研究人员在观看录像时 也惊讶地发现了不同种类的鲨鱼 这项发现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如果说如此险峻的环境 长有一些细菌 还不至于这么难以置信 但没有人预料到的 是像鲨鱼这样复杂的生物 也能适应这么严峻的生存条件 至于为何生物选择这个地区 为其栖息地 这道问题还未获得合理的解答 但除了他们奇怪的居住环境选择 这些生物看似非常安逸的生存着 并以某种不可解的方式 自应着威胁的环境 这些生物 借着滑山狗所提供的重要资源 蓬勃生存 但他们安逸的深海生活 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你或许已经猜到了 只需要一个小型的滑山爆发事件 就足以将周遭的所有生命 完全消灭 而这些鱼群 鱿鱼 水母 鳃鱼群和其他动物 包括细菌 都将会在几分钟内丧命 但这些勇敢对抗死亡的生物 却抓出了居住在滑耀箱上的决定 虽然几个生物突然消失了 对地球来说 或许并不是极大的悲剧 但信不信由你 滑山确实有可能造成 人类生命从这星球上消失的后果 更精确一点来说 超级滑山 具有这样的毁灭性能力 美国北部的黄石国家公园 是美国的著名地标之一 该区域的美丽景观和众多野生动物 每一年都吸引了百万名旅客前来参观 但这丰富的大自然奇景 竟然在几秒内就化为无有 大部分黄石公园区域 都坐落在黄石滑山口上 也就是位于地球 巨大超级滑山口的上方 这个滑山口 拥有4700平方千米的面积 你可以想象这项等于 42万个足球场 托卫星摄影的服务 该公园的地下基础 在上世纪的下半夜才被发现 目前一个巨大的岩浆泡沫 坐落在地层表面的5英里之下 其岩浆的程度 达到了惊人的815摄氏度 这项发现 引起了滑山学家的兴奋和敬恶反应 如果这个岩浆突然活跃起来 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研究人员专研 黄石超级滑山的地理历史时 他们发现这个怪兽 在过去已发生过多次爆发事件 其中一次爆发事件发生后 北美区域90%的区域 在数百年前就被一层滑山灰覆盖着 黄石滑山口目前 设置了好多个地震和热力研究站 进入着超级滑山滑动的每一项细微变化 钻研这个地质怪物的科学家 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黄石超级滑山是否会再次苏醒 我们目前生活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 科学家相信这事件确实会发生 可是会有凭据的 若所提供的滑山爆发间隔年份是正确的 每一次滑山爆发后 离下一次爆发的间隔时间将会越短 再一看 这项资讯对我们卑微的人类 似乎没有实际的意义 因为黄石超级滑山在200万年前爆发 然后是130万年前 再然后最近一次是60万年前爆发 此前研究人也以为 这些变化的跨度是大约1000年 这代表说 任何大型爆炸发生的几世纪前 都会出现许多警告 但最新的研究显示 距离下一次滑山爆发的时间跨度 可能并不会是几个世纪 而只是数十年的时间 如果爆发事件真的那么迅速的发生 那么相对的 我们就会获得较小的事件警告 虽然该警告仍会是维持数十年的警告 但数十年和几个世纪之间的分别 才是至关重要的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你觉得滑山底部还住着什么样的生物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 拜拜